美国最重要的核武器实验室 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 在发现了一些中国制造的网络交换机之后 决定进行拆除 媒体披露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 所安装的网络交换机 来自中国的华三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该实验室1999年 曾发生美籍华裔科学家李文和间谍案 中共中央纪委常委秘书长 崔绍鹏周三表示 包括重庆前市委书记薄熙来 铁道部前部长刘志军 山东前副省长黄胜 吉林前副省长田学仁等 严重违及违法事件 已经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经济参考报称 今年1月才过了第一周 中国建设银行的信贷投放量 已经达到人民币415亿元 该行在去年1月全月新增信贷投放 才794亿元 中国大陆物价飞涨快速 菜价已经连十周上涨 比先前贵了55% 但官方的回应是 冬季涨价是正常的 新唐人亚的电视整理报道